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国际记者联合会星期三对中国官方就媒体如何报道 九三阅兵等问题发出多项规定表示关注 国际纪联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对媒体的严格控制 下面我们就连线资深传媒人士 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麦艳婷女士 麦艳婷女士你好 你好 许先生 我们知道国际纪联 他昨天星期三发布新闻稿 引述香港明报的报道说 中国国际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日前规定 要求所有的网络媒体在8月23号到9月5号之间 只发表有关阅兵的正面报道和图像 而且在发表之前要接受审查 麦艳婷女士您了解这个消息吗 我也收到有关的信息 他主要是发给内地的传媒 那当中呢 这个整个那个指示 有五点 就头两点就是你刚才已经提到了 就是有关图片啊 视频啊文字以及相关的报道 一定要先审 后发 就是你一定要先经过审查才能发出去 而且呢发出去的报道呢 一定要跟贴这个正面积极的报道 然后呢他就也怕中间有人可能是取巧啊 怎么样就是用不同的理由去就是发出一些可能跟主旋律不一样的报道呢 他还声明了就是除了要求你要正面积极的去报道之外呢 还要求就是那个集班管理的人员要一定要有人在就是肯定是那个那个网络的那个管和做的比水不溜 一定要出现审核人员一定要有人职守的情况就是不能出现因为没人职守的 所以都有一些新闻出了出了台上了网不许出现别的情况就是要人一定要在 而且呢他也点名包括在北京啊上海啊广东一些具体的那个大的网站都要通知他们这个事情 就是你不要说我没有收到现在是点名 譬如说包括百度啊新浪啊守湖网易凤凰 一点积讯财经网财新网 今日头条广东通知腾讯啊上海的也有那个澎湃啊诸如此类的 就是点名一定要管好这些网站 如果第五点就是有具体的威胁作用的就是说如果没有做好以上四点的话 就是违反上述要求你而且呢会做就会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 如果有造成严重影响的要重严处理 所以呢就是说除了这个比较比平常的更更规范的就是说过去呢可能就是要求你怎么做怎么做 就没有说如果你不做怎么办 现在是说明了要你正面积极的去报道 如果没有做好的话要尤其是没有做好就要记下来 如果有严重影响的甚至会要重严处理 这个跟平常下达的那个指示更指示就是有那个罚资在了 好的那么国际记者联合会呢认为在新闻稿中说呢 自习近平掌权以来北京对媒体的管控进一步严厉和加剧 那么对此对这一点您在香港有所感受吗 蔓延廷女士 那是那是当然的 因为呢我们老是说北京打打一个咳嗽 香港都会伤风那你那都会感冒 你香港你大陆现在那个管管的怎么严 包括那个全媒以至那个维权律师啊 诸如此类的这有关自柔啊 人权方面打压比较严重的情况之下 香港基本上是逃不掉的 你香港的全媒包括尤其是执行中央指示的中联办啊 他们对那个全媒的呃 他也不能下指示 但是呢他会跟各个媒体的人员那个沟通更加频密 呃 甚至是有些是在呃 有些新闻在播出以前 他们可能已经知道大概当天有什么新闻 好的 不是说之后才跟你说的 嗯 那么呃 国际纪联的这个新闻稿还认为呢 说中国政府这样做是违反了公民了解信息的权利 以及言论自由 那么蔓延廷女士您对此有什么评论 这个这个是肯定的 因为我也很同意国际纪联的这个说法 因为呃 根据国际人权公约第十公约第十九条讲明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接收和发出发那个消息出去的权利 而他现在那个呃 只是讲明了就是只有正面积极的报道才能出去的话 就是说如果你要批评这个军演啊 以至为什么这个七十年前根本就不是中国共产党在打这个打这个抗日战争 为什么现在又有他来去领功 这个这样的可能中央政府认为不正面不知己的报道呢 就不能让市民知道呢 当然是对中国人民以致全球人民的一个支支撑权是有所颠达的 好的 这个是应该是谴责的 好 我们感谢香港的资深传媒人士啊 蔓延廷女士在香港接受我们的采访 这个是谴责的